每一小時都在 五點鐘 大家好 今日馬歷來到西貢碼頭 小編今天會跟大家去鹽田寺 在西貢碼頭也有不少全家會去鹽田寺 大家到了码头就一定会找到 船程大约只需15分钟 很快就已经到了盐田子了 西贡盐田子是香港石果耿泉的盐田 盐田子拥有接近300年的历史 是一个融合了客家和天主教的文化小岛 环游小岛之外大家也可以玩田子游戏 以前岛上的村民是靠卖盐维生 产量是能提供到全西贡盐用量 后来全球化制盐开始工业化 所以做盐这一行在香港也日渐适味 盐田子在2013年开始活化修复和接待旅客 虽然暂时没有道想团 不过每逢假日都有不少人会来参观 看看有什么纪念品 有六款不同形状的盐光小饰物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买回去 除了盐之外 还有肉盐和番茄 保育中心有不少资料提供给大众 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盐田的背景 島上都有几间餐厅可以给大家医股 近码头位置都有一个公尺 小偏去香仪茶再医肚 葡萄里面还有一只很娇嘴的猫猫 烧米10元5粒 另外还买了两个茶果 紫色是红豆馅 黑色就是传统风味 島上都有不少荒废的旧屋 这是村内唯一的学校 现在已经变成了盐田仔博物馆 和文物陈列室 盐田只是香港天主教的法园地 全盛时期曾经有过千人在这里住 而且全部都信奉天主教 而欧洲传教士就是在19世纪末 去到西贡的一带传教 之后我们会经过活泉井 在沿路上山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去到双子亭 双子亭也是盐田子岛上的最高点 可以在这里欣赏了整个岛 还有可以看到教西州哥尔夫球场 接着我们就去玉大桥 玉大桥是一条连接盐田子和教西州的石桥 在1956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已经重修了 小编觉得这里好似日本高资远的4万10村的沉下桥 小编现在就去晒盐牆参观一下 右手才会开始讲解 给钱了 进去参观要付20元入场费做保育用途 在之前盐叶因为日渐色味 所以盐田也是日久失收 经过活化之后 部分的盐田都修复到原貌 现在盐田的产量不多 只是足够做成纪念品给游客购买 想买的朋友可以回到码头的办事处买 盐牆生产的盐是天然没有杂质的 味道比较淡但有回甘味 颜色亦精盈通透 海盐就是这样晒出来 盐田子就倒仔细细轻松易走 环岛走一圈大约两个小时左右 当中有不少特色景点和故事文化 十分值得一游 大家不妨可以安排一下来一个周末一日游 多谢观看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你订阅、赞好和留言 下条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好 准备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好